讲诚说是在中全大岛,赞过多次的小银河荡, 老虎战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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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天地的大街,老虎战亚,老虎战亚, 作为头九的老二李九春,相信大家都比较的熟悉, 因为塑造女性角色比较出色,也被网友们戏称为春节, 虽然李九春是头九的徒弟 但这些年却一直不温不火 头九除了还在上学的张九池 其余的七位都已成长为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不是开专场就是上综艺 只有李九春还坚守在小剧场 这也让身为头九的李九春感觉到丢脸 萌生了退出头九的念头 怎么说呢 最不火的一个 我一直也在检讨自己 给他们拖了后腿 后来我就毅然决然地 我就决定了退出这个爱豆队 我就找我恩师伯德纲先生 郭老师一听 怎么着你要退出这传结 头九 你们八人 你退出了 他们该抽期了 李九春一直不温不火 有不少网友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 跟其他的师兄弟相比 李九春就是少一个合作三年以上的搭档 郭老师曾说过 找一个好的搭档 比找一个媳妇还要难 但如今春节也找到了一个好的搭档 他就是李萧红 合作呢也不短了 今年是整一年 你爸真的 就是今年去年3月1号 我们俩留在这儿 什么假 假新闻 假新闻 真是假新闻 你怎么不出现 你怎么好可爱哦 你都俩孩子了 跟我领着 挺不贵啊 相信许多网友对于李萧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李萧红却大有来头 李萧红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因为从小就喜欢相声 但因为学业比较忙 不能经常演出 上了大学以后就想加入相声社团 但因为民大并没有相声社团 李萧红就自己成立了一个相声社团 名为亚乐轩 也成为了民族大学的第一任相声社团社长 亚乐轩的台柱子 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演出 毕业之后 直接加入了德云社 虽然不知道李萧红英和与德云社结缘 但因为李萧红有舞台经验 所以上手的特别快 18年加入德云社 没有多久就已经登台演出 转年就加入了德云社二队 跟陈九福一起搭档 在舞台上也特别的放得开 要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给字 估计玫瑰园又要添新的贵宾 这不是李萧吗 孙真 哎 我大头一下长得起来 我大头来的 太开心了 他叫李萧红英 你们是不是拿下来 不得当了 除此之外 李萧红的唱功也是非常的不错 无论是传统戏曲 还是流行音乐 都唱得别有一番滋味 是你才好 虽然他你眼睛像一国道 比那一国高 哪怕那皇朝 并爱到 不与他强对强 来爱 爱 到国道 如此的有才华的宝藏男孩 也得到了许多粉丝的喜欢 李洪毅在19年 就已经成为商演助演嘉宾 而且跟德云社的师兄弟们 相处得非常融洽 也得到了德云社九神的称号 我说介绍一下 首歌德云社现在排名第一的主人 最能喝的 兄弟你们喝多啥 喝 你香啊 我说 我说 他最高纪录的 爱对方 谁爱跟我喝 如此可爱的一个大男孩 谁能不喜欢呢 李萧红 作为民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可以说是德云社学历的天花板 满腹精伦 在靖赫兰 在台下跟李萧红沟通时 发现他什么都能打上来 这在德云社中 属实很少见 2022年3月 李萧红和李久春 正式成为搭档 如今春节 已经跟李萧红合作了一年半的时间了 一胖一瘦的这种 反差萌 也让不少的粉丝喜欢 不少网友 都喜欢叫两人胖瘦头脱 春节也给俩人起了一个名称 那就是牙签肉组合 咱俩在那儿 他长得这么胖 我俩就这么瘦 我俩在这儿一站 就打新做一个美食 什么美食 牙签肉 还分开了 被扎着 都说头九出征寸草不生 但别看李久春 一句老娘头九的打遍德云社无敌手 但遇到李萧红 却是无从下手 无论是身高体重 还是语言方面 春节可以说是完败 我得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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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贴头吧呀 那说的不认识 那点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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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台风如此稳健的李久春痘的笑场 李萧红也确实是实力不凡 除此之外 李萧红的舞台反应能力和现挂 确实是一决 往往还没等李久春反应过来 李萧红就已经应对上了 现在都是尽忠型 什么时候呢 联合的观众把豆瓣 那么喝就干嘛 我不是演他们 郭麒麟是我们师傅 郭德冠老师前两年的独子 什么英语 不愧是能和九字科合作的肖字科演员 李萧红如今可以说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除了现挂以外 李萧红在史相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每一次刚一史相台下的观众就已经哄堂大笑 你这扛是我下注堂大 scope 我这儿拿着放蠅 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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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İş儿醍保里相加 切切的 就 揭绊 就 揭迷头儿了 就揭脉名 还要 slow 收不进人呐 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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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 揭 揭 就连李九春跟羊九郎合作的时候都表示 你的捧根能力跟我搭档有一拼 这就叫自分决 我还是好坏 你还真好得上 闹江湖这么多年 你还能这样这么好 不论我年后就搭档 李江湖能为你有一拼 那也不会太好 血压闪至 他已经算高了 如今两人慢慢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舞台风格 开启了专场助演之路 而且李九春在德云社的斗梗中就已经算是学历高的了 如今李萧红也是一个高学历的捧根 这在德云社中可是凤毛麟角 希望两人可以好好的合作下去 也该到春节大火的时候了 专场指日可待